生肖蜀马的人日子非常幸福 温馨的甜蜜的状态也是让人羡慕极度的 他们容易偏财不断日子非常风生水起 活力四射干劲十足非常积极向上 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里 即使是深处险境 属马人也会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 并且在事业上会得到很多好机会 属马人必定会事业有成 10月30日属马人工作上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必能平安大吉 好运加深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是非常聪明伶俐的 而且属狗人很随和 对人真诚 因此属狗人的人缘超好 受欢迎 是个特别有福气的人 生命中贵人超多 进入10月30日感情上欲贵人越得 那么财运上也欲吉星天才 若单单从存款的角度讲 今年各位在收益还未来之前会有一笔不错的存款为基础 在辛辛苦苦工作得到一份令人觉得不错的回报时 今年的各位大可去投资试试 多方面的开展业务 多方面的得到财产收入 对属狗人来说10月30日必将是好运不断的日子 人生如同开挂 必将能够将有好运加深 平安大吉 福泽深厚 生肖兔生肖是兔的人就是事业型强人 他们希望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更多的成就 一直都非常努力 他们靠着自己的实力勇往直前 最终实现了事业上的发展 事业有成 出人头地 成为家族中的佼佼者 生肖兔一辈子事业发展特别旺 事业有成财富多多 进入10月30日属兔人必能好运加深 会有吉星必要 工作上会取得突出的业绩 也会得到领导的器重 因此也会有晋升的机会 属兔人近期必将会好运连连 平安大吉 福泽深厚 生肖蛇 生肖是蛇的人一生从不会为金钱发愁 他们有天性的好运和财富 入10月30日开始会有好运加深 属蛇人其实是个特别低调的人 不管做什么都特别努力 只是很多人不太注意到他们 太过于谦逊低调了 其实属蛇人真的是才华横溢 是个特别有思想有远见的人 善良真诚的性格 常常会得到贵人相助 进入10月30日属蛇人必将在事业上取得好成绩 因此才育年很不错 必定会负责深厚 幸福平安 高尚的品质更深受朋友好评 生肖好 属蛇的朋友们在这10月底的最后2天 大家要抓住机会 获得神明的庇护的同时 也不要太过于放松 再加上有了天喜星的帮助 属蛇的朋友们 人命格终遇到了好机会 处处出现了惊喜 让大家天天都能开开心心过日子 当财运无比亨通之后 属蛇的朋友们事业运势也能够不断攀升 自然能够大吉大利过日子 相信属蛇的你总能把握住经济上的大好机会 与生俱来的好财运不知让多少生肖羡慕 生肖鼠 生肖鼠鼠的朋友在动你聪明脑袋的同时 也要记得你今年的运势非常的好 无论事业还是家庭都进展的不错 10月底最后2天贵人造福为你撑腰 好运不断大赚千万 不仅财运得到好的开始 而且事业工作潜力还能得到一个爆发的状态 抓住机会 好好大展一番伸手吧 月底还会有横财入门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